幸福生活在筑北 大家好 当我要选筑北市长的同时 我有我的愿意与规划 如何做好施政工作 又可以对我们失眠交代 双赢的立场 最后我规划了五大证件 有了目标我会勇往直前 做对的施政 首先第一证件 幼儿教育的补助 现在景气非常不好 尤其年轻人赚钱入伍付出 假使荣参能顺利当选市长 我想用补助的方式 补贴家长作为幼儿教育的补助 减轻年轻主持的负担 同时也鼓励生产报告 第二证件 中小学营养午餐免费 新竹县政府从106年度开始 营养午餐已经停止办理了 现在吃营养午餐 家长必须自套腰包 拿钱出来 那么我当选市长的东西 竹北市的营养午餐 继续办理下去 让小朋友吃得饱 吃得好 第三证件 年长者俯聚补助 现在老人家及身上者 生活过得蛮辛苦 尤其老人家行动不便 及身上者 长期躺在床上 施工所也常常配合 电动床 轮椅 拐杖 来补助弱势 这些人将来身体恢复好了 或将来往生了 这些电动床 轮椅 可以陆陆续续的收回 那有人会问我 人往生了 怎么可以再利用呢 我想医院的医疗床 及救护车床 通通都是一样 回收整理消毒再利用 第四证件 豆芝补西的创新 竹北市豆芝补西 杂早重生 将来我能顺利当选市长 我想竹北豆芝补西 要整治向台中和渔川 有川 到了晚上 灯光美 气氛夹 到了假日 我们可以请街头艺人来表演 甚至可以请面包车 来做事宜 结束后 也要像夜市一样 恢复原状 等待星期一上班的状态 第五证件 广设立体停车场 现在的开车主 面临脱掉严重的问题 尤其竹北市脱掉非常严重 那么很多人停车 找不到停车位 并不是开车主不守规矩 主要找不到停车位 暂时停车 也被警察脱掉 假许我能顺利当选市长 我一定广建议提停车场 如千里夫 迪妈主要编 如光明一路美食街 那么 竹北市公所有两块地 也在那个地方 可以广建停车场 争取中央及现场的补助 如平面停车场 可以停100步 盖个10个楼层 就可以停了1000步 解决停车问题 我想这些种种等等 就是希望大家 生活在土北 能够解决严重的停车问题 最后 我也希望我的乡亲 在11月24号 能够递递支持子农餐 感谢各位 谢谢